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环保署暫还审查 那我们原本环保署是要站在保护台湾的立场为我们把关 结果呢结果他却是要这样子快速的送审 然后也不顾我们当地居民就只有那条路可以到台东市 那条路根本不可能再破宽了 就是两线道而已 然后也无视现在每天都有救护车在上面跑 然后无视我们台东没有医疗资源 然后不把花东发基金用在这些基础建设上面 然后不关心我们产业的开发 即使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进到台东 我也会觉得他们是不是不要我再待下去了 海岸管理法的主管机关是营建署 我们也希望营建署能够挺住 他们当初好不容易把海岸管理法正式的立法 保护海岸的精神这个东西要在明天的现场 民族不要因为开发单位的压力 或者是可能更高层其他的压力 有在这个很关键的时间点放水 但一放水不只是对于海岸的伤害 更是对于原住民族文化生活价值的一个侵害 他们没有做过一个部落会议的通过同意 这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里面有提到说 当土地开发的时候必须要征求原住民族部落的同意 才可以进行开发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案子跟美国的案子 其实都没有很确实的去做到这件事 过去我们也曾经有听到说 他们是用说明会的方式 然后拿到所谓的签名的名单 就代表说有出席了有出席就代表有同意 但是这样的内容其实非常错误的 是谁去同意的 这是我们原住民族青年阵线非常反对的一件事情 过去原民会有做过传统领域调查 但是他们迟迟没有公布 所以很多开发单位都用这个名义来去规避 规避掉原住民族基本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非常多民间的团体或是大学的研究单位 他们都有在做各部落的传统领域调查 我们看到有都兰部落跟加户兰部落 其实在这个开发基地附近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同时两个部落 或是甚至临近的三个部落 还有这个赤童部落 必须都要同时同意 这样才可以进行开发 而不是说其中一个部落同意 就可以开发 这是非常不对的事情 但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原民会在审查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公开的表明说 开发单位必须要向这些的 原住民族的部落取得部落会议的同意 可是开发单位非常的草率 他只是针对赤童部落 针对赤童部落进行部落会议 而且他的部落会议 他的程序不合法 不符合他的程序的要求 他第一个 他的出席人员 是不是依照他的家务 同一个的代表 第二个 他有没有书面通知这些关系部落 第三个 他的会议时间以及他其他的事项 知情统一权的事项的资讯 有没有公开在部落 而且超过30天 第四个 他决议的人员 是不是按照这个手册里面 他超过半数以上 那因此 这次的三月 今年三月的时候 原民会就说了 赤童部落的这样的部落会议 并不符合他的推动部落会议的实施要点的程序 因此 原民会说无效 开发单位 他们都是用两面的手绑 他一方面 他就跟着赤童部落去讨好他 去办部落会议 另外一方面 他回复原民会说 这样的一个审查 这样的知情统一权 因为传统里面没有公告 因此无效 说我们必须事先 征得原住民族的知情统一权 这个是国际上所承认的原住民族权力的核心 因为原住民族 就是最容易被政府跟财团侵害的一个租区 所以才要如此保障 这些开发案 在那个地方 会造成 首先会造成交通的影响 刚刚已经有讲过 造成环境 对原住民的影响 造成交通的影响 这是必须先来 我们先确认 第二个 在台东 花蓮 他必须以观光为他最大的资产 观光为最大资产的时候 自然资源 是他不可以破坏的 自然资源一破坏 观光的资产 他就逐渐的消失 甚至死了 因此 对台东来讲 自然资源的守护是刻不容反 我们看到 在盖饭店的时候 所对自然资源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因此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在三元湾的沙漢上盖起来的美丽湾 他对整个三元湾的影响 接下去 从突然湾一直到 整个三元湾 还要盖起开发案 所以这东西 站在台东的立场 我们必须来讲 我们必须反对 台东不是不要发展 台东要的发展 不是像这样的发展 台东